TF最新上市的戏场馆的黑管口红 全新上市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拿到它 我完全没有用过它 包装都没有拆开 我昨天才拿到它 这个我跟你们说 国外的美妆博主 很多人都已经推荐过了 然后这个呢 佳琪昨天才拿到 然后希望是 第一个给你们做试色的主播 然后你们可以去买一下 还有的颜色 来第一支一十五号色 这里是全套 而且这个是真真真正 昨天晚上新鲜到我家的一个口红 我连盒子都没打开过 真的连盒子没打开过 来我们来看一下 小处理帮我拿一支 他们附的一个黑管的经典款的外形 对比一下好不好 一十五号色第一支 它是这种细细长长的一个口红 然后这个是胖胖短短的一个口红 看一下 这个是他们家普通的黑管 这个是长的长细管 好 来给你们试色咯 一十五号色 来咯 他们说 这个就是李佳琪跟小处理啊 好像是那么回事 他们刚刚是那个口红就是李佳琪跟小处理 是那么回事 是那么回事 来第一支一十五号色 就汤腹的红 汤腹的红的颜色 就这支颜色随便买 真的 这支颜色随便买它 这个是这个触感就感觉像在你的嘴巴上涂了一个润唇膏 但是是那种不黏力的润唇膏 它真的好薄好薄好薄 就感觉你的嘴巴完全没有任何的负重感的感觉 就感觉这个口红 我涂口红了吗 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样子 就是这支口红好看 真的好看 它是正红色吗 它是正红色 但是会有一点点的偏什么 偏 嗯 粉调的正红 因为它是你看你包包涂的时候 它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我你们说口红高级是高级 为什么大牌的口红为什么好 因为它的上唇的质感 跟它的一个出来的显色 以及它那么嘴巴上的一些颜色的附着 是真的特别均匀 它完全不会有一块深 一块浅 或者是那种 一块堆的很多 一块堆的很少 那种感觉 这个口红15号色 买它 来圈圈一下 然后你想要再妖艳 然后再显气质 然后再女人味一点 把它厚涂 这支颜色 真的买这支颜色给它 它会爱的 你不要买粉色给它 真的 好好看 超好看 15号色第一支 来我们下一个 很多人没在刷19号色 我看到了 来 19号色 下一支 这支是 呃 这支是汤富的一个 很代表的颜色 有点偏 酱果红哦 他们问你干不干 一点都不拔干 这支 有一点点持久度呢 大牌的口红持久度 你没有关系的 这支口红你只要不说是吃饭 你吃饭的时候会掉一点点 喝水基本上不会掉 说话也不会掉 这支口红 so beautiful 真的 so beautiful 这支颜色特别适合于亚洲人去使用 特别是 呃 中国女生那种黄肿皮肤的女生去使用 因为这种酱果色有点偏紫调 它会非常非常的显皮肤版 而且这种薄薄图的话你夏天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好不好 你薄薄图夏天用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它这个酱果色里面会有一点点额外的什么蓝紫调在里面 这是酱果色非常高级 两支没区别 那你要看一下眼科了啊 这是什么色号 19号色 来我全唇给你们看一下 看看这支 嗯全唇 全唇就超显女儿 我就感觉你是一个特别喜欢穿旗袍 然后特别喜欢穿那种颜色很艳丽的衣服的女人 去使用到这支颜色 就这支颜色 真的会让你 就是你突然这支孔之后你会情不自禁的这样 端着 就是可能你以前就是这样做的或者是怎么样做的 然后你突然这支颜色你会这样端起来的一支颜色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复古 哦它后图好美啊 我们有 你看 它后图非常美 这个后图今年秋冬天 就是我感觉它的颜色好 好饱满啊 嗯就饱满到有一点点会让别人觉得 像颜料 嗯哼 就是那种特别特别上色那种水彩笔的感觉 有没有 很浓郁很浓郁 这支颜色 我觉得这个遮任何嘴巴都可以遮住 对的这支颜色超美 超美很好看 非常好看 来我们下一支 乌黑妈七的那种嘴巴 都可以用这支颜色 yeah 都可以遮住 而且它还不染纯 因为它的颜色真的很饱和 刚刚很多女生说十二来十二号色 加琪七点好用吗 汤腹的七点买它又遮瑕 超遮瑕是那种 这支颜色十二号色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十二号色它会比较的怎么样 比较的像刚刚一十九号色那种感觉 但是它比一十九号色要浅一个度 什么意思呢 它会有点偏那种霉红掉的颜色 它不是降果红它是眉红掉 眉红掉会让人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高贵 跟有钱的感觉 而且这支眉红掉会比那种降果红要更好 驾驭一点点 因为它不会那么的挑人 但是这种颜色你一定要化妆 你不化妆的话是后不太注重这种颜色的 好不好 就是这种颜色就是韩国女明星啊 全智贤啊那种 皮肤特别白的女女生一涂 我跟你说好看 就是一涂完就是白 一涂完就皮肤会发光 就是那种感觉 真的 来看一下这支颜色 面接在十四号 对吧 就是韩国女明星他们会用的颜色 这支颜色是 一十二号色 刚刚大家想看的一十二号色 就是你只要会化妆女生 皮肤稍微白的女生买它 就是女神色变成 然后全程一照 这支 然后这种就是女神色 就是女明星 然后女网红 然后主持人会很经常用到的颜色 因为这种颜色是百搭 然后不挑 然后会让你显得很有气质跟白 就是这支颜色 一十二号色 好不好 一十二号色 来我们下一个 很多女生想看零六 好的没问题哦 来我们零六号色 这支颜色不好看零六 我get不到这种口红的点 真的 这种颜色 我来get一下 get不get get不到 它有一点 荧光 这种颜色真的不太适合于亚洲女生 这种女生是欧美女生涂的颜色 真的 欧美女生眼睛很漂亮 睫毛超 对 眼睛很漂亮 睫毛超长 然后皮肤很白 涂这个颜色 我们可以出门 这种 这个 中国女生不要买这个 这个蛮夏天的 OK 这个不是蛮夏天 这个蛮蹦迪的感觉 好不好 这不是夏天的感觉 是蹦迪的感觉 就是太荧光了 零七 这种颜色是被李佳琪打入死 打入死宫 冷宫的颜色 死宫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死宫 判死刑打入冷宫的颜色 比冷宫还要再深一层 就是死宫 哈哈 哈哈哈哈 来下一支零七号色 我们来试一下 这支好好看零七号色 零七号色 我真的很少 我真的很少喜欢粉红色 你们可以问小助理 你们也可以问我的老粉丝 你真的很什么 我很少喜欢粉红色 我很少很少推荐粉红色 因为我觉得粉红色蛮难驾驭 这支颜色 超好看 这支颜色我跟你说 杨幂看到他 他会直接代言汤夫 那雅十安代可能不会开心哦 因为雅十安代没有出出一个这么好看的颜色 真的 但他们付个颜色 我跟你说 Oh my god 所有女生出国的时候 免税店有这支颜色 抢十支 好吗 回去卖给别人 这支颜色绝对是今年的爆款 相信我 Trust me 今年夏天你拥有零七 Oh my god 它就是一个 有一点点怎么 有一点点偏 豆沙色 又有一点偏 那种粉红 珊瑚调 它是那种拿捏得刚刚好 一分不多 就会失掉它的那种 很就是 非常非常非常平和那种颜色 然后一分不少的去失掉它的一个 什么 过于 妖艳那种颜色的感觉 就是拿捏得刚刚好 这个粉红色就是刚刚好 而且 它没有那种 呃 就是 又是那种豆沙色那么的偏 无聊 对的 无聊 它会有一点点的像 你知道我想形容它一个什么名字吗 你说 草莓冰沙 草莓冰沙 就草莓是很红很红的对不对 然后它就是用那个冰块把那个草莓打碎了之后 它变成冰沙那种粉 就是这种粉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那个雪莉姿 雪莉慈 雪莉慈 有 因为它是有一点点雾雾的感觉 这几颜色真的我跟你们说超好看 oh my god 我心动了怎么办 草莓雪莉慈吧 这颜色真的 wow oh 就是年轻女生的颜色啊 涂完了之后年轻十岁 这颜色真的很好看 然后我全身一点点给你们涂一下 全身涂厚一点点 完全没关系 显气色 显得气色特别好的一只颜色 这只颜色可以买它 真的可以买它 来零八号色 我跟你说 这只颜色你们看 你们刚刚对比一下 这只颜色真的不好驾驭 你看 零七跟零八真的一下就比出来了 这只颜色真的超级超级高级 这只颜色会有一点点 显廉价 就会让你觉得说 啊 妆嫩 有没有感觉 这只颜色也好看 但是有点妆嫩 就是你装什么妆的感觉 那种颜色 嗯 这只颜色如果涂出来 我会觉得这个女生非常难搞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如果这只颜色 有女生涂这只颜色 在我面前 我会第一眼 你觉得这个女生非常的作 或者是非常的难搞 我不会觉得她作 哎 我会觉得她非常的作 嗯 就是那种做作女生 就是这只颜色 真的 No 来我们下一个 啊 这个也太紫了吧 紫葡萄20 这个好 嗯 这只颜色 这只颜色 只有欧美的女生 欧美大摩才可以 驾驭得了 有点太紫了 对 这只颜色真的非常不行 就是很显老气 会有点那种珠光宝气的感觉 就是保里宝气的感觉 你知道吗 就嗯 不行 这只颜色除非你是超级超级 超级超级有气质 然后年纪比较大的大姐姐 涂上去应该蛮好看 但是这种颜色 年轻女生千万不要用 真的 不要学那种欧美大摩 用这种颜色 来我们下一个 来 11号色 下一只 它就是一只 女女生的颜色 怎么办 我不知道什么 这是女生的颜色 这个很韩剧 对 这个搜韩剧 就是女生的颜色 这个就是 皮肤白的女生随便买 韩国女生会用的颜色 对 就是 嗯 女生的颜色 好不好 就是女生的颜色 有一点点 挑人啊 黑系管最好看的三只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只颜色 一十五号色 所有女人都可以涂的一只颜色 就是他们家的正红色 超美 超顺滑 超丝滑的 第二个 十九号色 十九号色呢 是一个比较偏紫红掉掉的一个颜色 有点偏 那种 降果紫红掉 也是汤富的家很主打的颜色 但是 如果你已经有了那种什么八十号色啊 这些颜色就可以不用买了 同色系差不多的 好不好 然后零七号色 超好看 我想把零七放到我的那个后面了 你也太快了吧 这些颜色真的很好看的一只 很适合夏天的一只 有点香糊又有点豆沙的粉 这只粉超高级 汤富的家做粉 我找了两只汤富的粉 看一下 这这三只颜色比较好看 十五 十五 十九 和零七 你看零七它晕开了之后 oh my god 这什么这少女的代表 好 我们的汤富试色 完喽